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 小姐且慢 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早已自报家门 一件闲散油门喜好酿酒 姑娘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还需要什么身份 为何是对我多多逼人哪 放开我 我没有误解 你这臭男人 没想到姑娘 你好软哪 不是不是 回去说呀 姑娘你一定对我有误解 我也不想身变了 这些芭蕉林呢就是我砍的 我希望小姐你能原谅我 你不认识我了吗 敢问姑娘你是哪里府上的千斤呢 这样好不好姑娘 你看啊 我呢尿几坛芭蕉酒送给乡亲们 再顺便尿几坛芭蕉酒送给小姐您 在此期间呢我替小姐把这个芭蕉林照理好 不知道小姐您到底爱不爱喝酒啊 我酿的芭蕉酒可是酒中极品呢 哼 是不是极品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给我一个机会吧 等我酿完之后 你喝过之后再做评价吗 好 你把我芭蕉林养好 等你酒酿成时我来喝 好爽快 姑娘果然通情达理又有生活情趣啊 可惜啊我不能在此长领 总之啊姑娘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把芭蕉林达理好 到时候等酒酿成了 我再邀请姑娘来林中 共同赏月 敬芭蕉 我倒要看你能酿出什么酒来 倒是我这芭蕉林如果不修复的话 你这酒 也别想让镇上人喝上 OK 我们一言为定 突然你觉得这是对啊 这就是对不对也对 这就是对不对也对 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啊 那就不对 对也不对 如果这把武士想要 一二三三五九 快点快点快快点啊 你是不是 没有说你 就往旋锋蕉林去打你 是不是 干嘛天啊 对 好 我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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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 你就很牛 不牛也牛 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 那就别说 一条不错 天上一只后 一上一只牛 时候打了牛 还是牛庄后 天上那只后 很像那头牛 时候打了牛 还是牛庄后 送给你 不要太爱我 油嘴滑舌 开玩笑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看我卡了你的芭蕉鳞 你非但没有生气 还把芭蕉鳞借给我酿酒 这说明你是一个 心力善良的小姑娘啊 所以我当然要奖励你呀 住嘴 叫谁小姑娘呢 叫的就是你呀 你这么嫩 难道叫你小宝贝啊 哼 臭男人 嘴里一句正经话都没有 哎呀 施敬啊 刚才在下呢 越显辛苦了 其实我只想再美小姐 本来不想搞那么严肃 所以想调侃两次 没想到 看来这种效果不好 你不太行啊 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 是呀 小姐你 外表冰冷 岂使内心过人了 你之前说过 要为镇上的镶嵌做两件事 酿酒是第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呢 问得非常不急 另一件事才是关键 什么事 见你 哦 见我 你不是不认识我吗 哎 堂堂铁山公主谁不认识 说不认识那都是庄的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 是来算笔账的 铁武恶意 算什么账 怎么个算法 要不然咱们借也不收啊 哪里 既然都到这里了 你不邀请我到您的府上做一件事吗 哎 放心 我堂堂齐天大圣 绝对不会在人家府上做什么坏事 这样传统的名称也不好 况且你现在一个人 回去嘉宾众多 你不是更安心吗 你明明知道 我是铁战公主 你考我芭蕉林 借口酿酒来接近我 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那 你说的没错 我对你是有居心 但是你千万别紧张啊 我用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一片真心 换你整片芭蕉林 你愿不愿意 什么 跟我走吧 你有病吧 放开我 哎 这什么男人说花言巧语 你们就爱听了 一说实话你们就不信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才是花言巧语 你到底什么居心 我问问你啊 那天我在街上被人暴打 你有没有看见 你看见了 你还看到我被人骂父亲犯 但后来你为什么不问我呢 你明明最恨父亲薄姓之人 你为什么不提呢 耍我呀 不是耍你 是心疼你 你以为我是无知少女 这么好骗吗 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对你一见钟情 我知道 你最爱父亲薄姓之人 所以那天我是故意被人打 就是为了让你感到 记住我 一派胡言 那你敢说你没有记住我吗 你不敢 你明明就是记住我的 但你却不问我 你没有居心吗 说也不说再无 你不要歪居试试 好 那难道你不想了解我吗 你不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不但不愿意揭穿我 反正把芭蕉林借给我的妙救 难道 不是为了给我们进一步 接触的机会吗 我就是想看看 你明明是个复兴汉 既然在我面前装好人 你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因为我有居心 我对你有所图 好 总算说实话了 我图的就是你 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当时我那样 就是为了今日能够亲口告诉你 如果将来那是我 那就是我的结局 我知道 你最恨父亲薄姓之人 就会见一次前捏花惹草之人 但是我不会那样的 我对你一片真心 如果那样 我必将万人唾弃 挨打挨骂 绝不还手 真能变 一见钟情 太盲目了吧 一见钟情是真的呀 而且 你以为我自己喜欢你的美色呢 你以为我对你那喜欢是盲目的吗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让人暴打来向你表白 还算不了解你 好 那我告诉你啊 你虽然外表美丽 内心善良 但是 你有个致命的缺点 十分令人讨厌你知不知道 什么 你居然敢说我讨厌 是啊 整个芭蕉镇的人 因为你民不聊生啊 你知道人家每个月平均丢多少头牛 多少头羊吗 你芭蕉扇一挥潇洒漂亮 但人家很遭罪啊 你说你烦不烦人讨不讨厌 那话可说了吧 大胆孙悟空 你是专程来奚落我的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真的是喜欢你 喜欢一个人也要告诉他的缺点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 臭公子 赶来我府上造次 说到你心里了吧 恼羞成怒了吧 酒我不要了 我才不稀罕呢 酒是我送你的 要不要随你的便 喜欢你也是真的 告诉你有问题是为你好 听不听就随你喽 小爷我走了 再见 最近这蚊子有点泛滥呢 竟然敢咬我 你什么时候跑到我房间里了 你回来太好了 我 我正在运工呢 运什么工 我在运工 来养护这件法器已经好了 你看这铜镜 就是个破镜子有什么好看的 这不是随便什么镜子啊 这是个照妖镜 照妖 照什么鬼啊 说对了 就是照个鬼啊 到时候你拿着照妖镜 去照那个白晶晶和春三十娘 一照就知道了 我一直说她们是妖怪 你不相信我 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客气了 你觉得我好欺负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这两个女的长得那么漂亮 我能分不清她们是人还是妖 你听着 你说的没错 那么漂亮的两个姑娘来这个荒郊野岭干嘛呢 这不合理吗 你自己想一想 因为我 笨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再打你一次 你挺好 我真的是为你好 到时候我们拿上这个镜子 去照白晶晶和春三十娘 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你照如果她们不是的话呢 你得过来打我也不吃啊 你那么暴力 我这样做 不是自讨苦吃吗 对不对 我不管你说什么 别在我不在房间的时候 进我房间 就算我在你也不能进来 那我不来你房间 我去哪儿 我自己又没有房间 爱去哪儿去哪儿 滚蛋 快点 美丽猫 你能走得稳当点吗 你蹦得我心烦 晶晶姑娘 你说 我们现在 是什么关系啊 心 恶心 晶晶姑娘你竟然说我恶心 你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不管你是说我恶心也好 还是开心也好 这都代表你 你对我是用心的 有人在暗装盯着我们了 这个事情 可真让人恶心 一定是在说我了 我 帮主 原来人家想跟你说说真心话 谁知道 你知不知道 什么地方不被人打扰啊 不被人打扰 不如 我房间怎么样啊 不太好吧 也对 倒也可以啊 是吗 或者 去我房间好不好 行啊 现在就去 别着急啊 晚上啊 等你了 好啊 好啊 我 不能让他们独处 要去报告你主人 进来 你来了 我来了 静静 要不 这玩意儿我给你灌上 讨厌 那开着吧 但风大啊 那就灌上吧 不太好吧 开着就开着 是吗 师妹 是三更半夜的 跟一个单身男子在这儿 还关着门 你想干嘛 我跟帮主想在这儿聊一聊 诗词歌赋 喝杯茶 怎么 姐姐也感兴趣啊 一起吧 我没想到啊 好茶 姐姐也懂诗词歌赋呢 好 妹妹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着啊 怎么了 我烫了手了 这个茶实在是太烫了 两个喝杯茶吧 姐姐还真是喜欢破坏这气氛呢 妹妹 你这是哪里的话 我看你年纪尚小 怕你受欺负 所以特地来保护你的 我 我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 吹 吹吹风 都怪你 救命 不停 不停 我看到妖怪 不停 不停 福导 福导您听我说 我真的看到妖怪 太恐怖了 使我错怪你了 你快出来救我 行不行了 你终于相信我了是吧 我总算安心了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我再也不会坏你的福导 只要你出来救我 你知道吗 那两个妖怪有多大 这么 不 这么大 有这么大 我不想 你快救我 别紧张 我都说过我是你的恩人了 我是来救你的 那你快点救我呀 快出来 昨天 你没有相信我的话 所以错过了最佳时辰 现在我再重新再计划一下 计划 计划 计划个屁的计划 我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逃命了 志孙鹏 怎么了 清清姑娘 刚才我的手实在是烫了不行了 有点神之不及了 有点神之不及了 我现在看到你 我有点把持不住了 我现在看到你 我有点把持不住了 我建议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休息 这个葡萄特别酸 你吃完了可能会拉肚子 你要小心一点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帮主你就早点休息喽 我就不打扰你了 行 那既然清清姑娘已经决定了的话 帮主 你 好吧 那帮主也早点休息了 晚安 晚安 我用我齐天大圣宋悟空 对你铁山公主的一片真心 唤你满园芭蕉林 你愿意 你最恨复兴佛兴佛兴 最恨建议四千年花惹草之人 我做这些就是为了让你知道 我对你一片真心 他日我若复离 避避遭万人唾弃 任大人亡 绝不还手 我喜欢你 而且并无盲目 喜欢你 就要接受你的缺点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 这两天外面有什么动静吗 这两天外面有什么动静吗 公主 您是只 算了算了 下去吧 是啊 等等 明天我要去镇上一趟 你帮我准备一下形状 好的 下去吧 是 不 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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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这么多都大 这可是很有可能是小哟 这都是小啊 好 大大大大 这个 这个 好 快 小大小 大小小小 五块小 四五六大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 敬礼各位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铁山公主来了 各位 今天到此为止我们就此别过 再见啦 老板 记得记得 你放心吧 来看一下啦 慈禧来 笑好的慈禧 看一看嘞 来来来来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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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英雄 英雄你不能走啊 你为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我们还没感激你呢 你不能走啊 英雄 英雄 我一定学好你的秘方 酿出好酒等你回来 什么酒 英雄吩咐了 虽说这是芭蕉酒 但它有名 它叫铁扇香 为何不走 那你为何要来呢 酒我收下了 毒饮无趣 正式邀请大圣到府上坐一坐 共饮一杯 以示感谢 你感谢我干吗呀 感谢你为芭蕉镇乡亲们所做的努力 哦 原来是为了乡亲们呀 那不必了 何况我又没有解决乡亲们的困扰啊 现在解决了 我不要一时 你现在只是眼下把风收了呀 乡亲们 把你们的铁装收起来吧 我铁扇公主日后即便出行 也保证你们芭蕉镇 不再狂风四起 这只是你对乡亲们的改善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吗要感谢我呢 你还想怎样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知道了我对你的心意 你确定还要邀请我到你的府上 共饮一番吗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 明天我会去普上敷衍 乖乖等我哟 休息一下 移行幻影大法 用了移行幻影大法不也挺好的吗 再也没有人说你是妖怪了 最多说你是人妖 闭嘴 告诉你我老孙堂堂齐天大圣啊 大姨妈 这子侠什么亲戚吗 没听说过有什么姨妈呀 你有个亲戚要来啊 对付一下 什么亲戚啊 大姨妈 原来你说的是美佑APP啊 准备好姨妈机 手机拿来 我教你看美佑 免得明天真来了 又给你下个大惊小怪 别人都因为我是铁扇公主 而对我敬畏三分 我偏不 因为他们都是瞎子 他们看不到你温柔善良的一面 刚开始以为你曹蒙眼妇 没想到你还很有侠义之气啊 来 其实我是个骗子 我扮作普通薄情之辈 引你注意 用酿酒骗你好感 但都是因为对你一见钟情 所以想引起你的注意 希望 你不要怪罪于我 从来 也没听说过大盛有什么家事 更不知道大盛有这雅兴 去砍人家的芭蕉酿酒 难为你 这么大费周章啊 但目前看来这都是值得的 而且 我发现你跟我认识你之前 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吗 你原来就知道我吗 那当然了 听镇上的居民说啊 你好像是个无业差 但是据我观察 你并不是这样的 这帮人真是可笑可笑啊 其实 我本来 就知道你是孙悟空了 只是不明你的来意 总觉得 你有所企图 但 想看看你能骗到几时 可是 似乎 似乎什么 似乎你做的这些事 又像是真心的 包括 对芭蕉镇 还有我 没什么没什么了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我无非啊 就不想看那些居民误会 我想让他们知道你真实面目 不过话说啊 你长得这么美 很漂亮 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闷在家里啊 哇塞 这么好骗啊 不会真的和我好了吧 有父之父最方便 偶尔过来找你玩啊 我跟东海龙王女儿私交特别好 她跟我说 我老公有外遇 后来 我就看到我老公喝酒回来 身上 沾着都是海蛇精的鳞片 哎呀 好一个臭男人啊 真是不要脸 这种事情让我做都可以做的 我跟你说这些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是有老公的人 咱俩不可能 但是你老公是个臭男人啊 不如 抓紧时间离婚吧 我会对你负责的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但是你老公的她对你不忠啊 你要她做的事 她干嘛不配做你的男人 你跟她离婚 和我在一起不是更好吗 那我跟她薄情之人 有什么区别 其实她对我 还是有感情的 就是臭毛病死性难改 不提她了烦死了 哎呀你不可以不提啊 你怎么能逃避问题呢 你想想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的处境很危险 你知道吗 听龙王说 唐僧已经禀奏观音 要把你带去天庭谢罪了 而且要等待你 感化之后 才去西天 哎呀 那个湘子小王 这个死苍蝇用的方式 到底这非什么劲呢 哎呀等一下 你这怎么知道 这龙女一喝多了 就刹不住嘴了 都是听她说的 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 本来 有件事情 我是不该告诉你的 但是 如果不告诉你 我对不起你对我的关怀呀 那你就说吧 我真的是来骗你的 你骗我什么 当然是骗感情了 难道骗得铁扇吗 谁派你来的 呃 这个出于职业道德问题呢 我不太方便套入对方的名字 但是呢 我来呢 就是为了拨去你的好感 毕竟我擎天大圣 也不是浪作虚名的嘛 那你现在为什么告诉我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装的不知道呢 小姑娘 你 你 算了 骗不下去了 这个交易我也不做了 你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不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吗 你是真的纯情 还是在跟我玩 乌鱼琴故纵啊 我 我爱上你了 我骗不下去了 我对你动真感觉 我对你动真心了 你现在明白了吗 不 你不要乱说 我是有老公的人哪 是啊 但是你老公 根本配不上你啊 他不会是个 马上牛逝的臭牛吗 毕竟 毕竟你入夫妻百人 我不让你走了 对不起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 我不应该这样的 我尊重你的意思 你还顾及你的身份 在你自由之前 我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 而在此 你是安全的 自由 离婚 有没有吓到你 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 已经浮现成千上万次了 这不是我脱口而出的 而在我反复琢磨 深思熟虑之后 说出最正确的话 离婚吧 我 等 你 噓 不要这么着急回答我 答应我 你要想清楚 我希望我能听到 最想听到的答案 好吗 不然老爷来了 怎么 他怎么来了 谁是老爷 你赶紧回去 我赶紧再联系你 你先回去 赶紧联系啊 走走走走 走走 赶紧走 你怎么来了 夫人我想你 跟我回家吧 这是送你的小花 少来这套 这么一大坨 还卖什么萌啊 夫人哪 原来这老娘是漏马路县的 夫人哪 夫人我真的知错了 夫人是我鬼没心窍 那些庸之俗粉 怎么能跟你国色天香的美相提并论呢 夫人哪 我们回吉林山好不好 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 最近我身上的牛尸又多了好多 没有你的铁扇帮我扇走 我真的睡不着觉啊 原来是惦记我的铁扇呢 我惦记的是你啊 那夫人你最好了 我们回去好不好 拿我的手势 去讨好你那些小情人 你当我不知道啊 那些都是旧款式 夫人你需要最新的 买新的喜欢什么买什么 这种话你也敢说 喂你不是先投钱吗 旧款式他们也不配 不配 不配当然不配 夫人你最好了我们回去吧 我不回去 夫人求你了 那你先回去 把那些小妖精给我打发干净 别让我看到什么鳞片 羽毛之类的怪东西 羽毛鳞片 你个香蕉原来是这样 臭三八敢耍我 好好好 总之我现在就回去清扫府上 然后派人请夫人回家 不是你的花 别装了 干什么 喂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到底哪里装得不像 你哪里都不像 我告诉你 牛毛不可能来结婚 她巴不得离婚呢 我警告你不要坏我好事啊 你怎么知道才要离婚 你想插点别人的婚姻是不是 下姐你就会插眼是不是啊 告诉你啊 小丫头你太天真了 我这次是奉旨来勾引大嫂子 把我牛哥把这套破坏给离了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多管闲事啊 哎呀呀 我还会插笔口呢 哎呀哎呀 先是欺骗我图一的感情 现在要才才没人家庭 我是不会让你走出来 哎呀 你这儿个屁啊我告诉你 再会撞闲事别想见到孙悟空 你 乖了 我到底哪里装得不像 我问你啊 刚才你身上有蜘子的时候 痒痒你干嘛 我挠啊 对呀 小姐姐 你知不知道你有蚁蚂送来干嘛的呢 我警告你啊 我们之间是个邪不在身的 你不要给我多管闲事 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 否则你一辈子不让见到孙悟空了 孙悟空 你别走 你把话说清楚 哎呀 你看到了他们俩联合起来骗你 我怎么知道是他们骗我 还是你在耍我 我 子霞 哎呀 是他呀骗了我图一的感情 而且我跟他还有 还有一 还有一笔招笔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要不要跟我零手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去寄来上看看呀 好 我倒是要问问那臭猴子 对我说的话 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哎呀公主 那我先走一步 公主快点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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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竟然敢闯我公主府 打扰公主并无他意 只是想出一个方法 方法 什么方法 一个能让心分离出两种情感的方法 我凭什么告诉你 公主也许对我不太了解 我这人吧什么都好 就脾气不太好 不拔剑也想吓唬我吗 我说宝宝 你不是我的对手 就不要自讨苦吃了 为什么你也有这串铃铛 奇怪了 你这身打扮 怎么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呢 巧合而已嘛 不过实不相瞒 我寻求这个方法 也是为了诚挚复兴人 你看嘛公主 虚子 好苦为难虚子 你也被人骗了 我被骗得太深了 到现在 我都分不清自己是谁了 都是因为那个复兴人 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 什么 我是为了让那头臭牛安心 才故意这么说的 让他觉得 我既有自己的空间 也有一部分心在他身上 婚姻啊 到我们这种地步 无聊透了 可是 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 所以啊 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相爱的人 相爱的人 现在说这些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现在 再要找一个相爱的人 应该很难吧 算了算了 不说这些了 所以 那个方法根本就不存在是吗 没错 归扯 婚姻中的一个小伎俩而已 如果真有这种方法的话 那必然半颗心是假的 那 与其这样 还不如死了算了 死 对 共存 还不如牺牲掉另外一半 或许死 真的是唯一的方法 你 你不会要自杀吧 自杀 没错 就是自杀 老娘终于找到方法了 好好好 好好好 为什么一个要自杀的人 表情跟中奖一样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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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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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